读音十七章第五节 使徒对主说 求主加征我们的信心 主说 你们若有信心向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棵桑树说 你要把起根来栽在海里 它也必听从你们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 或是放羊 从田里回来 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岂不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 树上袋子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吗 众人照所吩咐的去做 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 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 本是我们应份做的 正道 请我们一同专心聆听上帝的正道 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 江戎传道 正道的题目是福事的心态 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刚读了这段经文的感觉是什么 很高兴再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语 那我常求神说每次准备的信息都能够对弟兄姐妹有帮助 不管是在明白神的话语上或是在我们的生活信仰的生活实践上都有帮助 那有时候呢我从弟兄姐妹在台下的反应那我觉得好像我不过是对某一些人而言我在那边演一出戏 好像就是一个演员 那但不管大家对我的评价是好还是不好 那我都祷告说 神透过我所分享的信息 使众人得到益处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福事的心态 福事的心态 那我必须承认在我个人这两年的福事 有许多感触 谈到福事呢并不一定是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有时间有机会参与的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投入的 因此呢在今天开始分享之前呢 我要先对每一位愿意摆上自己 不管是他的时间金钱 附上祷告增加的代价 亲自参与在第一线福事的弟兄姐妹们 或是一些长子 我要表达敬意 愿上帝 愿上帝 纪念你们手所做的功 那刚读的这段经文 我想我们应该是很稀奇的看到 为什么讲稀奇呢 人徒是一种 在福音书记载中 少见的一个什么呢 主动性 少见的主动性 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 来做开场拜 我查了一下在诗卷福音书中 针对门徒主动求问 这样子的记载大概只有三次 一次在约翰福音 两次在路加福音 那一次约翰福音在十四章八节 那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当时的门徒呢 他们都是被动着在领受 主耶稣的教导 劝勉 跟信誡 那在路加福音两次记载里呢 有一次是关于门徒主动求问 要怎样祷告 那是门徒 关于门徒的灵性成长 跟他服事 有密切相关的问题 那主耶稣不仅回应 也对门徒 这个要如何祷告 他做出了教导 不仅如此呢 主耶稣还明确举了三个例子 来说明祷告蒙应允的原因 但在这一次 门徒求问要如何增加信心的时候 我都会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是门徒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当主耶稣回应门徒 如何加增信心的请求时候 虽然主耶稣也是举了一个信心的比喻 来说明 但这个比喻并不是要教导 门徒要如何才能加增信心 特别是他节语落在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事我们应分做的 这样的话其实听起来像是什么呢 像是在训诫 说白一点 主耶稣在骂人 如果这是我 如果这是我们出的一个考题 我们问说要怎么样加增信心 一个问大题 那主耶稣显然不能拿到高分 我们会认为这个答案打得不好 然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答案 原本原来这段回答是主耶稣 针对门徒在服事心态上的偏差 所特别做出的教导 那到底我们该如何理解 那主耶稣对服事的心态又是什么样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 那首先第一个是在十七章的五到六节 我把他这个给他一个大纲叫做要明白 权柄是在主的手中 要明白权柄是在主的手中 主耶稣对服事者的心态 第一个期望 就是希望服事者需要具备 要知道说 权柄是在主的手中 圣经并没有说明 为何门徒要加征信心 why 为什么 以及要加征哪一种信心 那到底门徒认为他们的信心 是在哪一方面显现不足 到底是五饼二鱼呢 还是说要死人复活呢 还是说要在海面上行走 没有讲 要加添多少信心呢 有没有说 难道门徒的主观经验里面 看我们今天许多的人 许多的基督徒 一样都有一个迷思 什么迷思呢 认为越多的信心 就能成就越大的困难 从主耶稣在第六节的回答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个桑树说 你要把起根来栽在海里 他也必听从你们 我想我们可以推测说 门徒自认为 不足的似乎是在使用权柄的信心上面 只不过主耶稣并没有针对 门徒所问的问题 给门徒要的答案 反而针对门徒 问题当中所显露出的偏差 一针见血的指出 我想门徒可能会这样想 在他心里面想说 老师啊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门徒所在乎的是信心的多 跟少 也就是说信心够不够用的问题 但是呢 主耶稣强调说信心只在乎 有没有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 我再强调一次 门徒在乎的是信心的多或少 也就是信心够不够用的问题 主耶稣强调说信心是有没有 没有 这心态上的偏差 所以呢 门徒认为 事工成败的关键是在我 也就是认为 我的信心大小 决定事工的成败 在这里呢 主耶稣教导正确的信心观 一个人即便拥有 如芥菜种 那么小的信心 他只要奉主民宣告 他就能够移动大山 他也能够拔树填海 他根本不需要拥有所谓的 一托拉古的信心 他才能宣告 当然也就不会有所谓信心不够 量多量少的问题 因为呢 行神机的权柄在于神 不在于我 我们这些基督徒只要对上帝有信心 神自然会做成 当你按着你所拥有的信心宣告 即便你的信心像芥菜种 那么小 神也必成就 很显然 在此之前 门徒他们一定误认为 他们之所以能够医病赶鬼 都要归功他们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使神机发生 但是呢 主耶稣他借着这个芥菜种的 这个比喻啊 告诉门徒说 不是你 不是你是我 真正让事情成就的是耶稣 全比是在神的手上 如果说事情没有成就的话 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少了一分 需要加一些 而是神有权 神决定说这件事情不要成就 那天平台风回马腔重创蓝宇 那当小 两天之前呢 那我女儿呢 参加这个阳明跟马街 他们共同举办的福音营呢 他们原本要搭船到蓝宇去 结果呢 这个时间啊 跟这个台风的状况 一直瞧不容易 所以他们就决定搭飞机 赶快飞过去 大多数他们这些孩子都是基督徒 请问他们有没有信心 应该有 虽然很小 可是他们没有人要命令呢 把海水分开来 然后呢 他们可以走 开车过去 那我相信 没有人会怀疑说 上帝他可以把海洋分开来 只要他愿意 那神 这个因为福音队呢 他们愿意把权柄交在上帝的手中 那 神呢 他允许这个福音队啊 被这个台风拦阻了三天呢 才过去 并且呢 他们过去 福音队只进行了一天 哇 十七级的风 就把整个 他们的计划打乱了 但是我女儿呢 看到 这个 他不明白神的心意哦 他觉得说 如果过去不能分享福音的话 好像 那到那边要做什么哦 那 他们所欣辛苦苦预备的诗歌啊 这个 短句啊 都 好像都派不上用场 但是 他的妈妈呢 在这个 手机呢 断讯的情况之下 还是传了一个简讯 给他 说 凡事不顺人意啊 但总有神的美意 去享受主的丰盛哦 那结果呢 在神的权柄之下 这是福音 他不是用口传的 而是用行动呢 为当地的国小 打扫啊 搬石头 谁有主的智慧呢 我想当地人感受到的是另外一种的爱吧 另外一种上帝的爱 当我们明白上这个权柄啊 就是行神经的权柄是在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更加的怎么样 戒慎恐惧 我们要存敬畏主的心服事 把这个权柄啊 交给上帝 我们任何人 不要再以臭乎的信心观 去限制上帝的作为 或是呢 强迫上帝一定要走哪一条路 甚至啊 在没有圣灵的感动之下 贸然的 不负责任的 替上帝开支票 任意的宣告 并得一致 得释放 那不是出于信心 那是出于不正确的服事心态 所以要记得 服事的权柄 不在你和我 权柄是在上帝的手中 当我们明白权柄是在主的手中之后呢 我们身为服事者 接下来应有的态度是什么呢 在经文的第七第八节 我把归纳是 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 经文说到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 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 你快坐下来吃饭 岂不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 树上带子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吗 看见主耶稣这种肯定 尖锐 又绝对的口气了吗 可是你们听到了吗 这是一记 这个当头棒喝 让原本信誓旦旦的门徒 他们打算在得到主耶稣 这个加深信心的真传之后 想要有一番大作业的门徒 我想他们猛然清醒 根本你不需要去 按照你的血气去做筹划 你要做的应该是 寻求神的心意 然后你寻求到神的心意之后呢 你就按着神给你的指示 那就是你的任务 你就按照主所吩咐的把它完成 主耶稣说 等主人吃完饭后 再说 不是你快坐下来吃饭 他不是要你坐下来吃 所有做工的人都是主的仆人 所有做工的人都是主的仆人 也都是被主所使用的器 没有一个人例外 没有一个人例外 主人要你在门口等人 你就在门口等人 主人要你帮忙算钞票 你就帮忙算钞票 算个痛快 那主人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 那既然是主的仆人 就只需要忠心的去把你 所受托付的事情完成 不偷懒 也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好像什么呢 好像主耶稣低估了我们一样 好像主耶稣觉得我们的能力 我的能力应该更好 主耶稣看错了 我非得做成什么大事不可 我们要清楚知道 我们不过是仆人 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听命行事 不要想说我完成了大任务 我比其他人都重要 我比其他人都重要